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片,台湾古剑专家,现任台湾艺术大学古迹艺术修护学系课作教授李前朗,带着自己的百余服手绘古剑作品,在山西博物院举办穿墙透壁李前朗建筑绘画艺术展。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李前朗沿着梁思成的足迹,跑遍大陆的大江南北,将古建筑层层拆解,手绘古剑角度新颖,细节精准,被认为是中国古建筑透视图法第一人。 山西是文物大省,据山西文物局统计,该省现存2.8万余处古建,素有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之称。 李前朗在大陆各地考察,研究过许多古建筑,但来山西的次数最多。 山西,你要看到汉朝的建筑物的画像石,它也有。 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,我们的一些墓葬里面的壁画,到了隋唐地上的这些佛光寺南禅寺,到了五代十国,它还有建筑物留下来呢。 到了北宋,到了辽,到了金,到了圆,它几乎是连续的,就像一条河一样,它没有断流过。 那我觉得呢,整个中国大陆,每一个省都有古建筑物,它像山西这样子,绵延不断的,大概是只有山西了。 所以山西这是山西自己的根。 李前朗还清楚地记得,2012年,他在山西进城高屏市,看到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台,山西进城二郎庙戏台,并被古人建造戏台的智慧深深震撼。 在九百年前,没有麦克风耶,那你底下可能几百个观众,你怎么样让每一个人都听得到你在唱戏啊? 他就用一个正方形,而且三面是墙,上面有一个对称的,类似早景的一个屋顶。 这个时候呢,他的声音啊,会有一个扩散共鸣效果。 所以你可以想见,古代的人,他用这个方法来处理,声响,均匀传达到每个人的耳朵里面的一个方法。 那他最可贵的,就是他的见证山西的戏曲文化,还见证当时的对于建筑跟声音设计的一个技巧。 此次展览通过二十种建筑类型,近百幅别具特色的古建筑手绘艺术作品,以独特的角度,解剖呈现中国建筑之美,深入解读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。 我们一六年,我们做的一个,我们馆藏的宝宁寺水陆画,到台湾,佛光山,佛陀纪念馆进行展览,这是我们把文化做出去。 再一个是我们引进,李前浪先生的首会艺术展,我们是引进来,通过这种方式来触及两岸的文化的交流,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情绪所在,也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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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